你知道轮回被发现时 想要结束轮回最中间的力量是谁吗 刘依一脸不解地看着王叔 王叔停顿了一下后继续说道 是管理局里的人 听到这个答案后的刘依一脸的震惊 随即连忙问道 所以第一个消失的就是管理局 王叔点头回道 是啊 在他们之后 从上而下 由强到弱 各个领域有能力的人在觉醒后 在不断的轮回中被消失了 因此导致这个世界出现很多荒唐 且不合理的一面 刘依听后若有所思的嫩嫩道 居然是因为这种原因吗 王叔看到刘依的反应后继续说道 至于轮回和保留记忆之类的 你自己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 刘依再次地惊讶 没想到自己经历的事情 王叔竟然会知道 就在刘依惊讶的表情下 王叔继续说着 前几次轮混 我和你父母碍于被消失的压力 不能帮阻你们 你和你妹妹过得可远远不如这一次 不过 你也不要怪他们狠心 危机出现前 他们对你们尽职尽责地照顾过 危机出现后 如果不解决 等他们彻底消失后 你和你妹妹将永远过上被压迫的日子 至于你这次的不同 应该也是觉醒记忆了吧 王叔长呼一口气 感叹地说道 真是没想到 你父母尽全力 想让你们兄妹保留记忆 可全都失败了 没想到最后 竟然是你自己觉醒了 至于你父母 你相不相信他们还在 就不救他们 都无所谓了 这个轮回注定 是无法收集其三个称号了 对于这个消息 刘一心中 也是愈发地沉重 王叔一边缓缓起身 一边继续说道 想起当初被困在那个秘境 我们当时的办法 只有一个人能离开 你父母肯定是意识到 我们的结局 已经无法更改 所以想在这最后一个轮回 好好在一起 所以才把唯一的机会 给了单身的我 也好 吃他们的狗粮 都已经吃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早就反胃了 王叔此刻已经来到了 刘一的身前 只见他抬手 将一个U盘递给刘一 这里面有我和你父母 收集到的 关于三个称号的资料 不过 你只能借鉴 不要完全依赖他 毕竟在其他觉醒者的影响下 很多事情都是会变的 刘一接过U盘 正准备向进一步 向王叔了解 不周山情况的时候 可下一幕发生的事情 立马让他呆立在了原地 他急切地问道 王叔 你这是怎么了 此刻的王叔 整个人正在逐步 变得虚化起来 周身也闪烁着 不一样的星光 王叔一脸淡定地回道 别担心 这是早晚的事情 只不过 因为给你的资料提前了 继而 王叔又是一脸慈祥的微笑 继续说道 刚好 然给你直观地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被消失 还有 你记得 收到我消失后 留下的时光尘埃 这以后 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说完这句话后 王叔的身影 便伴随着星光 消失在刘一的面前 刘一也是不可思议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朋友们 这是第二次提到时光尘埃了 第一次是线任天耀 对八号说的 现在 又从王叔这里听到 这个时光尘埃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